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 阿拉在古兰经当中说 对于希望安拉 希望后世 并且多多纪念安拉的人 那么使者是他们最优良的典范 那关于使者 如何积极地去完成对安拉的敬拜 那么我们只举一个例子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由阿伊什圣泰 所传述的圣讯 那曾经使者 彻夜礼拜 以至于双脚站的肿痛 当阿伊什圣泰对使者 颂多拉乎 说到 阿拉的使者 阿拉已肃扰了你前前后后的罪过 你何苦如此呢 那么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只是用 使者 颂多拉乎 阿伊什圣泰 只是用非常朴实的一句话 表达了自己内心 对阿拉斯巴哈纳特拉的崇拜 阿拉的使者说 难道我不能成为一个 感谢阿拉斯巴哈纳特拉的仆人吗 那么功修 那作为明显的 外在的功修 正如我们平常的礼拜 出纳天课 风斋 朝静 在我们与他人的交往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 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所喜悦的事情 那就有说话诚实 善待父母 接续骨肉 那同样 在语言方面 所表现出的 对阿拉斯巴哈纳特拉的崇拜 由我们向阿拉斯巴哈纳特拉所做的祈祷 以及我们所念的Zikr 对阿拉斯巴哈纳特拉的 纪念赞美 而隐藏在我们内心当中的功修 那其中有我们对阿拉斯巴哈纳特拉的喜爱 对使者的喜爱 对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 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已经告诉我们 使者是我们在信仰生活以及功修方面最优良的典范 同样我们也知道 使者 阿拉斯巴哈纳特拉在自己一生当中 从自己得到阿拉斯巴哈纳特拉的启示 成为使者之后 那么一直都在用自己的语言 用自己的行为 在向圣们弟子们尝试着 什么是崇拜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但即使如此 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也忠告他的使者说 你应当崇拜你的养主 直到死亡来临 也就是说 对于使者 尝拜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是他一生不变的 是他一生所要矜持的工作 那对于我们一般的穆斯林而言 同样也是如此 那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不论何时 不论何地 那作为每一个穆斯林 都不应当忘记崇拜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都应当努力地 让自己的每一言 每一行 甚至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想法 都成为对阿拉斯巴哈纳特拉的崇拜 那刚才我们已经说 什么是功修 那就是阿拉斯巴哈纳特拉所喜悦的 那不管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或者是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甚至内心当中的每一个想法 只要符合阿拉斯巴哈纳特拉的意志 只要是阿拉斯巴哈纳特拉所喜悦的 那就是对阿拉斯巴哈纳特拉的崇拜 那就是一件上功 那在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这么多的竞标当中 就有阿拉斯巴哈纳特拉的潮凡 清真寺 那么任何穆斯林尊重阿拉斯巴哈纳特拉的 清真寺 光心 清真寺 那就是对自己内心 对阿拉斯巴哈纳特拉敬畏的一种 最直接最明显的体现 同样在圣行当中 施者圣诺阿拉斯巴哈纳特拉也说过 在那没有阴影的日子 只有七种人得下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阿拉斯阴影的遮蔽 其中一种人就是心系清真寺的人 那么尊重清真寺 光心清真寺 或者说建设清真寺 它有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部分 物质建设 第二个部分 精神层面的建设 那物质建设呢 包括静盖清真寺 守护清真寺 打扫清真寺 保持清真寺 外观的整洁 而相对于物质方面的建设来讲 精神层面的建设更值得我们去注意 去努力 那正如阿拉斯巴哈纳特拉在古兰经里面说到 在一些清真寺 在一些房间 那这里指的是清真寺 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允许建盖之 并让人们在其中 紀念祂的名字 而人们在清真寺里面 朝夕的紀念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那这一节经文 就非常直接地指出了 清真寺的利率 那就是为了让人们在清真寺里面 紀念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那提及阿拉斯巴哈纳特拉的名字 那其中就包括礼拜 紀念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紀念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诵读古兰经 以及学习教门的知识 那所有这一切都会提到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所有的这一切也是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所指出的 让人们在清真寺里面所做的工作 那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相对于物质方面的建设来讲 精神层面的建设 才是我们更应当去努力的 也是阿拉斯巴哈纳特拉 在这里所提到的 因此我们每一个穆斯林 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我们对古兰经 对圣经的不断 是 对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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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